那玉秀剛剛是以兩個4比6不敵法國隊的第一點單打 那第一題想要請玉秀聊一下就是在家比賽 因為上一次在對香港的時候也是打雙打 那這次打單打 你在心境上面對於比賽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想法嗎 其實就上次因為是打雙打 所以有兩個人在場上 所以可以會有比較多的溝通 可能這次在單打上面我只有一個人在場上 所以我要相較多比賽上的戰術 就是感覺都要靠自己來的感覺 今天在發球上面可能進球也比較沒有那麼高一點 然後自己也想要打比較主動的戰術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跟他打多拍的話 因為他比較是多拍的選手 然後可以在底線上面撐得續航力比較久一點 我想說我用一些比較有攻擊性的球去跟他打 像可能變比較多直線或是一些上網的戰術 但可能在今天上面的結果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已經算 我覺得已經有打的應該算接近我的目標 但是我覺得還開得更好 因為我很早就在他進到前百名我就知道這位選手了 然後也蠻常看到他的一些比賽 我覺得他在底線上面可以非常穩定 然後不會有太多的肥瘦波徑失誤 然後在他有就是我可能的球沒有回到這麼的好 就沒有那麼長身的時候他可以主動做攻擊 然後那攻擊球就非常有的有威脅性會讓我比較不好處理這樣 當然是想設定球 但是我覺得結果或許不是這麼好 但我覺得我今天有努力 然後有不放棄到最後一顆 我覺得我已經做得不錯 但是可能結果就不是這麼好 然後我覺得我今天在 就很可惜我在破發的時候 然後隔一局就沒有做得那麼好 就可能事物比較多 然後第一盤其實也有 在他第二個發球局也有破發點兩個我也沒有把握住 然後後面也有一局0比30 其實我覺得就是很接近 但是就可能在關鍵分他們的 像他們前100的選手可能就比較 比較可以穩定的去做處理 對 處理這種情況 我覺得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就很開心今天可以有這麼多的觀眾 然後現場來為我加油 或是為台灣隊加油這樣我覺得 因為之前有這麼多觀眾的時候 可能不完全都是為我加油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次有這麼多的觀眾 是為台灣隊加油我覺得非常開心 也非常享受在這樣的情況下比賽 我覺得是蠻振奮人心的 因為其實不是隨時的狀況都是特別好 所以你有可能會有一些狀況不好的時候 低落的時候 或許那些鼓聲可以來振奮你的氣勢 或是就是可以幫你加油打氣的感覺 但是因為網球比賽可能球與球之間 比較近一點 所以沒辦法每分都可以 就是這樣持續的打鼓 然後就是為你鼓勵 但是我覺得 有些時候在他們打鼓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被加油到的 其實這場球雖然看比數很接近 也來回蠻多的 但可能時間還沒到特別的長 所以就是可能後面的時間好好休息 然後為明天的比賽做準備這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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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